歡迎大家收看《要財財經台》 繼續開市的環節 想問嘉賓仍然是禮財財經驗的事務總監郭獅子先生 郭順利好 現在已經進入季節的時間 亦是藍籌公佈業績期的最後階段 問一下郭Sir,近期基金追捧是職優的股份 今個星期比較矚目,星期二會長往公佈業績 星期三公行和交行都會公佈業績 問一下郭Sir,你覺得有沒有跟隨業績炒股份? 第一,股價已經有高跌下跌 大家想想,就算業績出來是強差人意 我相信帶來的壓力應該都不會很大 我們嘗試稍微細分一下 詳實賣樓是相當成功的 而且在那麼多南籌地產商來說 賣樓最積極的一間 況且還有很龐大的租金收入 所以我不覺得業績出來,無論是強差人意 會不會帶來詳實的壓力 相反來說,如果大家有留意 由132元開始調整,最低到110元 跌了22元一股,是兩成 一隻重磅的南籌股跌兩成 其實以一個中期調整來說,已經足夠了 詳實的起步點是90元左右 升了132元,或是四十多元 這次由高位跌到20元 其實調整的幅度遠超過大市 大市只是回調了三分之一 當然不知,中間夾雜了很多其他因素 例如政府的辣椒 令到南籌地產股稍微受到比較多的壓力 這是應該可以理解的 但長實仍然有很龐大的租金收入 而且土地主備足夠 我想說的就是一間地產發展公司 其實等於蓋樓工廠 最重要的是甚麼呢 最重要的就是有足夠的土地儲備 有足夠土地儲備 加快發展的步伐 樓建了上來,你就賣了去 好了,你賣的時間就要看市場有沒有需求 事實上現在香港住的需求是很厲害很厲害 而且公樓的利率仍然處於一個低的水平 沒錯,近期來說是加了按息 0.25厘 可能這個按息還會繼續上升 但不要忘記 就算你加0.25厘或者再加多些 你也是低息的 我記得我第一次公樓的時候是P加的 是十幾厘息的 現在任理說都是兩厘多息 換句話來說 根本上實質上的衝擊不是大得那麼厲害 不過當然,樓價相對比較高 或者去到一個跟購買力是脫節 這個可能會對樓價來說有一點壓力 但作為地產發展商來說 在我角度來說 他建一樓,例如賺10元 他賺不到,賺9.5元 賺不到9.5元,賺9元 他仍然是賺的 因為成本可能5元、6元而已 始終還是賺錢的 如果明白到這一點的話 詳實公布完業績之後 就看大市 如果大市的節奏比較快 或是明朗 問題就不是那麼大 至於和王,我想大概十幾%增長 應該沒有驚喜 因為和王的業務是騙全球的 包括港口、地產、能源、機建、零售、酒店 和地產發展,其實很廣泛 最重要當然是電訊 不用說 但整個範疇來說 或多或少都受到外圍因素所影響 不同詳實 詳實單單是說香港本土的樓市發展 我傾向於增長應該是有的 但就平穩 就不會有太大的驚喜了 至於電訊業務方面 其實過去一段時期對和王來說 都是一個小小的負擔 其實一段時期因為要粉飾這個業績 和王逼著要賣保潔 或者賣印度的固網電訊的資產 從而去粉飾那個業績 但我相信今年上來就不用了 事實上過去這兩三年 和王都沒有再賣東西了 不過當然 業績沒有驚喜之餘 就要看看股價 其實近期由88元左右跌到 79號曾經穿過80元 大約10%左右 和王由高位下來回調是10%左右 長實回調的幅度是20% 但兩者如果選一隻做一個中線吸納 我想我還是看回長殺 因為始終還是控股公司 至於其他的例如工行 或者其他的內銀股 我的看法就忠誠一點 未必有太大的驚喜 因為利息的收窄 會令到利息收入的方面 略為少了 但公行去年賺2千多億 今年如果增長 我當你10%到12%或者多一點 你都是賺2千多億 還是賺很多錢 以及 以往式來說有4多的股息 只是息率已經可以 支撐了股價 這兩天的股價表現 或多或少都仍然會反覆 不要忘記 公行都是恒指成分股 其中一隻 而且佔的比重都還是比較高 很可能 股價的升和跌 和業績 或者沒有拉得上太大的關係 事實上星期三是期止結算 星期四 這個月最後一個交易天 就是場外的衍生工具結算 在這兩天 股價的表現 都會受到衍生工具 或者受到其他 衍生工具結算的因素 影響 股價或者都會略為反覆 少少波動都不頂 所以比較明快的步伐 始終要等到4月份才能看到 單單說業績 雖然沒有太大的驚喜 但應該可以平穩 我自己覺得 來到現在這個價 就算業績出來平穩 即沒有太大驚喜 其實不會帶來太大壓力 因為股價已經跌了 再說多次 長實跌了20元一股 兩成 往往跌了一成 就算在現在這個時候 業績出到來 真是一般的話 其實對股價來說 不會帶來太大壓力 因為跌在先 郭Sir,我順便看看 長和系這幾隻股份的表現 看到長十方面 現在升4毫 做116元 111.6 另外和記黃埔 做82元 升1.05元 另外和記電訊升5仙 做3.9毫半 長港基建 升3毫 53.7毫半 順便看看 藍籌股的整體表現 暫時來講 升幅最大的 就是 康師傅 升4.3% 做20元 3毫 匯控方面 最新升2毫半 做83.3毫半 升0.3 另外中移動升1毫半 做81.6毫半 中國銀行升2仙 做3.5毫三 工商銀行升6仙 做5.3毫八 建行升1毫子 做6.2毫七 看看另外幾隻的表現 看到 港交數方面 最新升3毫子 134.8 中國銀行升21.3 升5仙 有幫保險 升5毫子 34.1毫半 騰水控股 跌4元 241.4 是暫時表現最差的 籃籌股 金沙中國 升5毫子 38.1毫半 看看另外幾隻的表現是怎樣 剛剛提到的長濟 升2毫 111.4 另外 新鴻基地產 104.2 升3毫子 九倉升2毫半 做63.3 中海外升5仙 做21.2毫半 另外華遠之地 做21 升1毫子 中海有 最新升4毫6 做14.7毫8 升幅超過3% 另外中石油 升2仙 做10.2毫 中石化 升2毫半 做8.9毫7 訓論能源 升2毫4 做16.9 神華方面 升6毫半 做29 謝謝郭Sir 節目時間都差不多了 麻煩你也要申報一下 剛剛提到的股份 你有沒有持有 我持有少少內險 和內銀股 謝謝郭Sir